其实我这个接触这么多成人班 包括身边的身边这个打球的朋友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反手 其实正手大家有的发力都能发上 就是反手这个发力发不好 其实无非就是几点问题 一个是手腕的这个这个到底挥到什么位置 怎么出去球 是的 到底什么位置 再一个这个肘放在哪 对吧 再一个是是是往往哪出 对发力方向是往哪出 其实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 对 今天今天就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决了 到底是怎么一个发力的结构 给你们好好讲一讲 他们有从从从基础开始讲 你可以你可以像给大家讲一下版型 我们反手正第一个我先教你拿板 拿板的时候啊 三个手指头 这三个手指头啊就清过中等问 然后这个食指 食指一定不能竖着贴在胶皮上就行 尤其最为重要的是正手啊 正手这个大拇指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手腕啊 不能让他过于紧啊 第二个 这个大拇指不要按在这个球拍的这个板巴上 最后一个就是反手这个大拇指 一定要用这个大拇指 你看这边那个大拇指这个关节的第二个关节中间 搭在这个胶皮上就行 看到没有 搭在这个胶皮上 这个不管是你撕拉防守 都是需要把这个大拇指搭在胶皮上 贴在胶皮上 不要用湿那么大力 三成力是最好的 好吧 这是我先告诉大家这是拿球拍 然后拿完球拍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反手 反手攻球 这个手腕和这个动作结构 好吧 第一个啊一定要记住这双腿弯曲 然后双脚啊双脚是平行的 左脚和右脚都不要靠前 首先你的身体啊 收腹 腿弯曲 两脚站平啊 平一点点 哪怕右脚或者左脚稍微站一点点是没有问题 然后啊 这个你看这个前臂和这个肘部 在反手攻的时候一定要拿起来 不要加 加的话板形是这样的啊 一定要把它拿起来 这个是作为支点啊 然后反手攻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往回引拍 有很多人是在这里 我们业余的就是很多是这里 往前直接顶 直接顶啊 一定要记住反手攻球 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完整 啊 一定要会有引拍 有出手 有引拍 有出手 就像一把扇子啊 你要把它打开 有一点什么 从后往前往侧方走 最后结束的板形是竖着一点的 然后反手在攻球引拍的时候啊 手腕轻微往后站一点点啊 你看手腕轻微往后 你看手腕轻微啊 不能直着走 肯定是不对的 轻微往后站 然后出手的时候 出去的瞬间 手腕要跟一点点啊 这是反手攻球 这个反手对攻的这个技术要点 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复杂 对 就是球过来 我们留点空间 合上力就行 其实手腕不用太多动作 对 一点点就可以 不需要我们手腕去这么发力 对 就是 大家从侧面看 其实 其实用大臂和钱臂往前一推 手腕稍微一送就行 是的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是的 你们你们可以在镜头前 可以跟着我们坐一下 对 看 从侧面看 其实就是这样 是的 哈 大臂 你手可以微微架起来一点点 对 微微架起来一点点 对 就是从后向前 往前一送 往前一送 合着这个球 对 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示范 就是反手攻啊 双脚 哎 反手 你看 动作有一点点轻微的 往前往右啊 我我打完这个摆形 一定是稍微有一点竖的 一定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怎么打 或者这样都不是不对的 一定要引回来出去 引回来出去 手腕固定一点 一点点轻微的这个手腕就可以 啊 你看啊 前臂如果想加速是前臂加速 啊 就是这样啊 手腕一点点 看到没有 这是一点点的发力 千万不要去用手腕 啪啦啪啦地去弹 是没有稳定性的 用前臂去控制 啊 因为做基础的时候 每个人的发力点不一样 所以前臂是作为支点 啊 大家看看侧边啊 前臂是作为支点 全方位的 看看 程涛老师这个引盘啊 其实往后引一点点就可以 对 啊 一定是作为支点 这个肘一定不能这样啊 一定不能这样 很多人这样啊 一定要是架起来一点 作为一个支点 有一点点扳开扇子的感觉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方波老师也说了 发力方向往前多一点 顺带着往右没问题 啊 你要光往前都特别升 光往前特别升 啊 往前再往右一点点 把扳形做结束是这样的 啊 你不能把扳形结束是这样的 啊 一点点转出去 转出去 动作做完整 大家看得很仔细应该 对 因为刚才很多人问身体 先不用身体啊 反手 反手 如果加上身体是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教大家是手上的感觉 啊 一定是 进台用不上身体 对 除非你反手撕 或者反手拉的时候 是加身体的 所以 如果家里边有球板的啊 或者是这种徒手 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做一步啊 体对体会 对 动作一定要做完整 我 我教他们这些 所有人 包括一些对理的小孩 都是 必须要把动作做完整 为什么 会对你以后进阶是很大的结局 反手撕反手拉 你要全是这样 是能打上 以后你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 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一点 动作的完整性 反手 胳膊的支加 啊 这个支点 胳膊肘的支点 最后啊 手腕略微移动一点点 引拍和出手 都是略微动那么一点点 然后反手下转别着急 对 现在别着急啊 今天就是 放心我也不走啊 我天天给大家讲 我跟你讲到啊 什么都一个 学会 对 讲的 必须讲全部学会啊 有一个学不会从头讲啊 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有这个基础的动作了 再去加上反手旋转 那是简单 很简单 为什么 反手撕 手腕 是重要的 刚才我为什么说 反手弓要练好 反手弓是让你的动作固定 稳定性 所以是走步是 前臂是重要的 现在啊 说的是 加如果现在开始进阶一下 就是反手撕 上选撕 就是手腕 你看 刚才伯格已经说了 手腕引的幅度啊 大小 这个就要稍微引大一点了 由前臂 带着手腕走 啊 由前臂带着手腕走 往回引 而且你反手压一点 没问题的 这个反手撕 反手压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成人班联系客服啊 对 成人班联系客服 压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想办法要把这个球给拽出去啊 压着球的中上部 给我个球啊 这个球你看没有 压着球的中上部啊 往前撕出去 然后手腕不是弹机啊 千万不是弹机 一定是转出去的 前臂 带手腕 接住球 就是大家找不好感觉 你们可以 接住球的中上部 然后把球撕得薄一些 对 这是对的 不用加上那么多旋转 加一点点就可以 是的 你看我来我给做个示范 看我反手一个普通击球的动作 其实你看 其实我我我基本上没没怎么用手腕 就是前臂 就是前臂 大臂小臂往前一送 对 他球合上力就行 你们你们看球球过来 我只要把球打出来 合上力就行 就这么简单 我必须眼神跟你交流 这边打着 正手力量大的F1 还行啊 天生的感觉 就在那儿余光就够了 拉肯定拉着 肯定能拉着 你别看 我第一个我先看一下 我跟小孩学小品的 我 真的很简单 就是你们你们 来在这个角度看一下 拿着板 大臂 这就够了 没有说这个非要去怎么做这么复杂 越简单越好 对 我们的对攻就是这么打的 是的 大臂小臂往前送 带一点点手腕 调节一下就够了 对 足够了 对 对 就带一点点手腕就够了 对 足够 我求求我误取啊 就感觉我防守攻我也要用手腕用很大 那是不是没啥必要 没有没有必要 我跟你说撕是怎么撕 看 你们看这个动作啊 往前撕 无非什么 我们手腕稍微回来一点 对 就是空间稍微大一点 是的 来你看呀 我攻一个撕一个 攻一个撕一个 攻一个撕 看球打不着了 攻一个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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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攻是 这 哈 这么向前 对是的 撕稍微压一点点板形 接触的时候中上部 手腕稍微出去一点 摩擦一点 是的 来你们再看一遍 攻一个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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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一个 我的撕稍微往回拉一点 攻我就直接往前推就行了 哈 推 推 推 撕 推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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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们撕球中上部 稍微薄一点就够了 对 这个先学会要领 然后 去体会 然后你们去球馆去体会啊 对 非常简单 而且你们撕的时候 不要认为这才叫撕 来 你看那个我们打比赛 或者你们看现代人打比赛 你们老认为这种叫撕 你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你们这么练就废了 没人能这么练 这只是 这是我们技术很成熟的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练 攻一攻 稍微薄一点 百十稍微压一点 对 然后技术时候中上摩擦 我们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稳定性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旋转 加一点点摩擦 慢慢练 手上有一定积累了 你们想怎么打怎么打 想怎么进阶 千万不要想直接 我每个球我就按照职业那么练 没人能练出来 是的 先把基础打好 对 然后再加力 对不 对 对的 打高点期嘛 上升期高点 上升期高点 实际上三个点都可以 对 对高点包括上升晚期和下降初期 这三个点都是可以的 对 就是其实没有 没有那么 真没有那么复杂 对 没有那么复杂 他们好多球手就觉得 盯一个 我一定要打哪个点 一定要打哪个点 他找不到那个点 所以感觉很难 就你合上力的点 不是 你知道还有一点误区是什么 一个是网上的授课 就是讲这些东西讲太复杂了 对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复杂 你看我做的复杂吗 拿着 对 拿个板会吧 放在这 放在身体前面会吧 对 小臂大臂往前推 你看我是不是这么打的 拿起来 小臂大臂往前推 你看有身体吗 身体一动不动 就是 这这 这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打的 啊 这不就是对攻吗 撕 同样的动作 是的 你压一点板往回收一点 收一 就是你按照这个动作 打也没问题 只不过 你接触球的中上部 来 你看一眼 接触球的中上部 啊 啊 就变成撕了 这就变成撕了 只不过没有那么转而已 需要转什么 我们需要这个手腕的力量 自己去 找感觉 慢慢练 对 很简单 一点是不复杂的 对 是不复杂 对 是不复杂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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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